員警在現場了解案況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涉嫌人突然就拔腿狂奔 那我們員警就隨後將他帶回現場 那就查扣這個槍枝等物 涉嫌人疑似因為糾紛持槍射擊 造成一名男子受傷送醫 本局員警現場查獲涉嫌人 並查扣一把槍枝及部分的子彈 初步檢視應該屬於改造槍枝 前案會依照刑法槍砲及殺人未遂等罪嫌來移送偵辦 那本局特別提醒民眾 當遇到糾紛的時候 一定要冷靜溝通處理 切勿訴諸暴力以免處罰得不償失 動機的部分據了解疑似因為感情糾紛 但是真正的案發原因 動機我們還要再做深入的查證